大家好,我是劉元明,我是一名跆拳道館長 我做了跆拳道館長教練已經是22年 我亦幫工聯會做義工已經做了10年 其實做義工,初初我覺得是會幫助人 但慢慢我發覺原來真正受惠的是自己 因為做義工去教導跆拳道 甚至出道去表演或者帶其他的活動 其實是非常之有滿足感的 覺得自己可以幫助到人之後 亦都會希望自己的能力、知識更加強大 因此令到自己要越做越好 當自己越做越好 就更加多人去追隨和你同一樣的方向 去幫助更加多的人 成就感亦都是倍增 如果你問我是多少錢學費 我們都會回答 但我們從來沒有叫小朋友一定要交學費 亦都不會催他們 亦都跟劉美露議員說好 如果任何一個小朋友或者家長的家裡有困難 我們是可以不收錢的 我們都是以一個叫做新教的方式去教導他們 如果就這樣跟他們說我們應該做義工 其實他們就不會真的去做義工 我們身為做導師、做師傅 應該身體力行自己才去做義工 我們去做義工 他們自然就會跟著去做 工聯會的平台大 朋友又多 所以加入工聯會 我才必有用 大家一起加入工聯會做義工